在讲上帝的话语之前跟你讲一下小货 有一个漂亮的美眉 身材很好 仰样子长得很好看 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 有一个缺陷 很大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常常不能解决 那就是他不能控制 常常太放屁 然后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不能控制的情况下 一天他就决定去找医生 叫医生根治他的毛病 就找医生 就跟医生说医生 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常常太放屁不能控制 但是这个屁也很好 也很好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 因为我的屁又不会臭 也不会想 他跟医生这样讲 医生就看见他 看见他的情况 就说小姐 你可以到外面去拿药 拿药的 好了 这个美眉呢 漂亮的美眉呢 就很听话 拿了药回去去吃 然后呢 医生跟医生 医生跟医生说 你吃完了这个药 下星期就来回来看我 好了 他已经吃完药了 下星期就回来复诊 来找医生 他就说医生医生 本来啊 我的情况蛮好一下的 可是啊 帮你给我什么药吃 我吃了之后啊 我闻到我的屁啊 很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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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臭 那个 那个 那个漂亮的美眉对医生说 然后 医生就跟他讲 恭喜你 我已经把你 鼻子 塞住了 问题已经咬了 明白这样吗 他说本来那屁不臭的 也没有想的 问题不是他的屁股 不是 不是 不臭也不小 而是他的皮脂有问题 闻到 闻不到自己的屁 屁 屁也来是那么臭的 好了 现在医生说 接下来我就要帮 帮助你 医治你耳朵 重听的问题 他说屁不想的吗 所以原来 这个女孩子的屁啊 又臭又想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就好像我们 这个是要代表什么啊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根本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在那里 我们都是一个盲点 对自己的盲点 然后呢 我们常常把别人的问题 都放大 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 多过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 今天 如果是早上要跟你分享的时候呢 请你不要 扑住你的耳朵 你不要 就是啊 塞住你的鼻子 不稳不稳 请你睁开你的耳朵 你的眼睛 你的心 如果你有圣经 请打开 以后所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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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节到十八节 Ephesians 2 verses 13 到18 Ephesians verses 13 到18 你们从前眼底神的人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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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 在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 得 已经得 解禁他 清净了 十四节 因他是我们的耳朵 言文座 他是我们的耳朵 将两下和耳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十五节 而且 以自己的身体来 那身体废掉烟绸 就是那记在御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变成了耳朵 十六节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绸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以神和好了 十七节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演出的人 也给那进出的人 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来做老道 天父我们感谢家宾你 求祝你打开我们的心灵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来领受今天早上 你要对我们所能够 我们感谢家宾你 祝你很高文族人的讲台 来释放你的欢迎 感谢家宾你 祝你老道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进到这个 属灵产业的系列 第六 第五个系列了 过去以来 我们讲到 上帝在 耶稣圣天之后 给我们很多遗下遗产 其中有 智慧的灵 对吗 其实的灵 大与大能大力的灵 还有 没有 就是上个星期 我们在前个星期 我们讲到 我们得以安息在主里面 基督徒的信仰 不再开始什么 忙碌啊 做啦 做很多东西 而是 懂得要 安息 跟耶稣一起 坐在天上 前两个星期 我有讲过 今天呢 第五个 东西 上帝遗留给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 给我们的遗产 就是我们能够自由的 来到 富便前 那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概念 可能你不知道 为什么 牧师你说 我们 可以来到 上帝的面前呢 是一种 产业 上帝给我们的呢 在过去以来啊 当 以色列人 百姓 上帝拯救他们 离开埃及之后 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停留在 一个地方 叫做西南 西南山 西南山 他们称为 河列山 也叫做神的山 上帝的山 然后呢 摩西德就独自一个人 爬到山顶里面 跟上帝会面 念会面 来敬拜神 代表百姓来 献祭来敬拜神 然后摩西在山顶上 四十周夜 不吃也不喝 跟活在上帝的 那个 同在里面 然后上帝就把 用手指 在石板上 写十戒 下来 然后摩西就 捧着 两个十戒 下到山顶下 然后呢 摩西的住所 有七十个长老 却是在山的中间 不能到山顶里面 因为上帝太 那个荣光太彰显了 那个 那个上帝的荣料太大 他们不能上去 更不要讲百姓 百姓是远远的在山顶下 来朝见神 所以你看呢 以前啊 要来到上帝面前 是不 不简单 不容易的事情 来到 他们已经 以色列被建立成国了 然后 然后 我们有的 以色列的王 托罗门王 开始为上帝 拿很多的材料 用很多的东西 把圣殿建立起来 如果你了解 圣殿的话 他有 外围 然后圣所 还有自圣所 就是 然后 然后呢 就选定 大祭司 代表百姓 进入自圣所里面 献祭 然后求告 求问耶华 求告耶华 然后代表百姓 向上帝认罪会来 一年做一次 然后呢 你知道吗 那些被选定成为 大祭司的那些人啊 每次进入自圣所的时候呢 都要绑着玲珑 叮当 叮当 叮当叮当 然后就绑在他的脚上 来走进去 他的自圣所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自圣所里面 是上帝的统戒在里面 圣灵 神的灵 在里面 如果这大祭司 刚好 不小心 他身上有罪 犯罪的话 他走进去 被上帝的荣耀 和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圣洁 光照 这个情况下了 他被上帝的荣光 击 击杀 倒在地上 然后百姓就会用绳子 刚才绑着绳子嘛 把尸体拖出来 然后又用后背 后背 后背的祭司 延续他的工作 再进去献祭 如果 那个祭司 还是一样有罪 犯罪的话 他一样会 倒在地上 又再拖出来 幻音的祭司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以前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上帝的跟前 来到上帝的面 是非从小可 不是一个很简单 而是一个很繁麻 很妥碎 很繁重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你看 我们很够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家会 圣殿 直接来到上帝同在里面 自身所来面敬拜 这是上帝给我们集中一个成绩 但是今天还是 仍然有些人 来到上帝来到家会 还是带着定罪的 来到上帝来到教会 还是感觉到不配的 感觉到自己很肮脏的 感觉到自己很 很多问题的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 为什么你能够自由来到上帝面前 可以来到上帝面 因为这上帝给你的成绩了 在耶稣 被钉死日假的那一撒纳圣经讲 他最后讲的一句话 只有两个字 成了 成了 英文说 this is finished or rather 我用今天的 this is done 但他讲这句话 圣经说 他讲完这句话 就断气了 可是断气的那一刻当中 在他们圣殿里面的自圣所的这个曼子 就是那个葛灯 我们英文叫表表表表 葛灯 就是把圣所和自圣所的那个曼子 那个折 割开那个曼子 就从头到 从 圣经讲 从头到脚底裂开 那你要了解啊 这个裂开啊 是耶稣 断气的那一分钟 这曼子就裂开 这代表什么呢 当时他们创造的曼子啊 你知道高有多少高啊 高是90层 高90层 然后 华是60层 然后他的曼子啊 那个 那个葛灯曼子的厚度有三层 据说啦 如果用两匹马 一匹马拉一边 另一匹马拉一边 拍他屁股 让他跑 分开 撕也撕不上那个曼子 可是耶稣在丁十字架的那一上 他说成了 然后断气啊 圣经说 圣殿里面的曼子 从头90层 谁能有楼梯 爬到上面 去把那个曼子撕下来 就算能够爬到上去 也没有力气把这个曼子撕成两半 但是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将这个曼子撕成两半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自由的 很可以完完全全的 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且 如果你读圣经 我曾经也跟你讲过 如今我们的身体 圣经讲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点 圣神的灵 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前神的灵 随便居住了 以前神的灵 是居住在主圣所里面的 但是今天上帝 已经把这个东西成为你的权利 和你的产业 把自圣所移留 移转移到哪里 搬家了 把自圣所搬到那里 搬到你的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灵 居住的地方 阿们 我们来看 今天要帮助你 能够 不被定罪 不被 被那个 来 感觉 不配 我们有三样东西 我们可以 靠着 靠着他来到上帝面 第一 圣经说 来到父面前 要靠着 宝血来到上帝面前 这三节 你们从前 眼睛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接近了 神的怜悲 改变我们这些 外邦人可怜的情景 借着基督的血 叫我们这些 眼离神的人 如今认识了神 可以亲近神 原来啊 我们这些 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人啊 如今 进度到基督里面 可以享用神的应许 和助班的业 一切恩惠 主耶稣的宝血 让我们从仇人 变为情人 阿克地旁边讲 我们是情人 不是很有 对福利亚赛基督啊 我们是情人 我们是情人 然后 在希腊原文 这个眼离呢 这个眼离这句话呢 叫马克兰 马克兰的意思说呢 就是对岸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呢 圣经比喻 是你好像在对岸的人这样 你是隔着一条河 严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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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帝站在对岸 对地的地方 但是感谢神 今天另外 耶稣把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改变界的汉水 我们得以清净了 由 严弥呢 清净是反义之来的 然后呢 我们由 马克兰成为 Angus 的人了 什么是Angus呢 Angus就是靠近 和神相近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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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靠着什么 靠着神经讲 靠着他的血 是能 因为耶稣的保险 我们不是 所以 你看 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你参加价位几次 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因为你祷告 一天祷告多少 多少个小时 原来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你读经要多少遍 而是 你是 靠着耶稣的保险 来到上帝面前 得以接近 然后继续看下去 十字节讲什么 十字节 他使我们成为和睦 言文啊 叫Irene 意思说 他 成为了我们的平安 Irene的言文是平安 然后 我们就成为了平安 这样两下 就是 什么是两下 大家读到很多很多次 两下 两下 这两下意思就是 敌对的两方 如果你不是上帝的亲人 你是上帝的敌人 当你跟敌对的两方 就是把两个 两者之间叫两下 把两 两个人 神和 人和神 两方面 借在一起 叫做两下 OK 所以我们读 常常读证题都 什么是两下 两下 常常存复留两下 两下就是敌对的两方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原来啊 我们这些 你看啊 平安是多么重要啊 耶稣说 因为 借着他 使他 因他 使我们 和睦 就是 使我们 跟上帝有平安 有一次啊 我去到一个家庭啊 我去探访他 然后就很奇怪 我就说 哎呀啊 姐妹 为什么你 你你你你住二楼 然后你先生 住三楼 为什么你们没有同房睡觉 没有同床睡觉呢 而 为了要平安 我们就一人 住一边 一个人 一个人 住三楼 一个住二楼 这种的平安 不是整整的平安 是避免冲突 不是平安 整整的平安 不是在外在的 一个 状态 就是 就算你遇到很多的 的冲击 很多的 啊啊 冲突 你遇到很多的 啊啊 那个 灾难 很多的问题 啊 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在当下 你面对很大的问题 你可以有平安的 我讲的是 平安 是心里面的状态 平安 耶稣说 使他成了 我们的平安 我们 如果生命当中 没有了 我们怎么样 也没有平安 平安 平安不是用钱买的 不要以为 你的银行户口 有多少 多少的树木质 能够造成你很有平安 安全感 那不能够造成你很大的平安 因为圣经讲 耶稣就是那个和平君王 英文说 He is a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王子 他是和平安的王子 你要平安吗 你必须要认识着耶稣 你必须要掌握住 在你生命里面 如果你 你心里面没有 你心里面没有平安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的问题 那个问题呢 就是要有主 耶稣用自己的血 来满足上帝的心 今天上帝 今天来看 看 来看 尾伦 原文叫 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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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看到 批选的人 他看到Irene Irene 平安 所以呢 很奇怪啊 平安的希腊原文叫Irene 也就是慢慢演变成今天的英文名字叫Irene 如果你还没有 还没有Christian name啊 你可以选择Irene Irene Irene的意思就是平安 所以你的名字叫Irene 他就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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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基督呢 成为我们的平安 然后呢 上帝 以前 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呢 我们就是上帝的仇人 但是 就因为耶稣的保险 让我们成为了亲人 能够 上帝 本来啊 你应该是被诅咒的 你的 你啊 我们啊 应该是被审判的 我们啊 应该是被 应该钉十架的那一个 但是 他的儿子的保险 因为他儿子钉在指甲上 代替了我们 我们 并来是仇恨 焉仇 焉 应该是被审判 应该是被灭亡的 但是 代替了 取代了 把平安 赐了给我们 然后我们进去看下去 然后来到父人面前 我们必须 靠着 从人到 亲人啊 来讲的 来到父面前 我们必须要靠 靠着 十字架 大家想说 靠十字架 靠十字架 在十五节这么讲 而且 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烟绸 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架 借着自己造成新的人 如此 变成了耳目 OK 耶 因为 耶稣基督啊 用十字架 把我们 一切的 所有的 账 欠 亏欠 跟 把 上帝对我们的烟绸 啊 意义的 解决掉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你从这边 能看得到啊 这边能够看得到啊 废掉 原文叫做 Kata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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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让这些烟绸啊 变成无效 取消 的意思 无效 取消的意思 然后呢 烟绸的原文叫做 K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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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意 敌人的意思 以前啊 你还没有 如果没有取掉 烟绸 我们是上帝的仇人 仇啊 敌人 敌意 然后呢 把我们造成新的啦 这个造不是 只造不了 原本是创造 是 Ethory 是创造 什么是创造 是从来没有的 有创造 以前没有的版本来的 然后 这样我们一切都 变成新的啦 新的 原本叫做 Ikanos 大家讲Ikanos Ikanos 就是指着 一个新的产品 新的品种 新的质量 是在以前 没有过的 同类的东西 所以呢 那 圣经讲 耶稣用自己的身体 来废了点错 为什么要用 耶稣的身体 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不能用 别人的身体呢 宗里面你要了解 这都是很重要的 要靠释迦来 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是借着 钉在十字架上 是谁的身体 是谁的身体 为什么不是别人身体呢 为什么别人身体 不能取代 不能取代呢 一定要非逮 耶稣的身体 我告诉你 这个重要性 全世界 全世界 不用讲圣经里面 哪圣经里面的 证据和证明 我们用外面 外邦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证据 全世界都公认 耶稣有复活节 在每一年的 每一年的 Galander 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面 你都能看到 复活节 你从Galander 找不到 摩罕默德复活节 或者 为什么耶稣复活 这么重要呢 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说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 承认是复活节 第二个 全世界的人 今天到今天为止 还是不断的 不停的 用科学的方法 用考古的方法 去寻找耶稣的 尸海 身体 可是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够找到 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尸海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复活 是一件事实 不是一种神话 和传说 今天很多人 去用科学的方法 去找看 有没有耶稣的 身体在这边 那 第三 第三 圣经讲 耶稣死后 钉子的架 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把它放在 坟墓里面 圣经讲 然后呢 用一个大石头 把这个坟墓盖起来 然后圣经讲 圣经说 他们派两个罗马兵兵 至夜看守这个坟墓 但是在耶稣死后的第七天 第七天 也是 也是 按锡字的第一天 也是 是我们的三天 卡夫 圣经讲 这个大石头 滚开 根据 根据 当时的习书 要搬这个大石头 是要用三十根 才能搬这个砂头 把这个坟墓盖 但是圣经说 这个大石头 是滚开了 然后呢 圣经讲说 有两个 一个的 我忘记了 一个天使 你回去看 你去看马太坟墓益 二十八天就知道 那一个天使 两个天使 把这个石头 滚开 然后呢 罗马丁兵 看到耶稣复活 他们下道 打来听到 突然遇上 然后 如果耶稣复活了 就派地球走了 走掉 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复活之后的四十天 跟门徒 跟所有的 他的门徒 和所有那些 信他的人 一起生活四十周夜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谈论 神国的事情 到第四十天 也就是 武神界的前一天 前十天 前十天 他就 升天了 当他升天的时候 圣经讲 有五百多个眼睛 看着耶稣升天 有五百多个人 见证耶稣升天 到天 天上去 而五百个人 有一半 有一半的人 为耶稣去传 到处传 来传讲耶稣的佛话 有五百多个人 在他当中呢 来写了很多的书信 包括圣经里面的 把它记录下来 还有今天 你和我来看圣经 圣经的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为什么要靠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是讲到耶稣的死 也讲到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死 和复活 是一个事实中的原因 但以后你去告诉别人的时候 耶稣复活了 你不用害怕 别跟别人讲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是一种事实 你告诉他 Glandus这样 这样写的 你不信也好 圣经也有这样写 这样讲的 因为耶稣复活 今天这个坟墓还是空的 你找 从耶稣的坟墓里面呢 今天你去以色列去看 去 什么 理由 你去耶稣的理由 你去到耶稣的坟墓呢 还是空的 感谢 感谢主 这个坟墓是空的 然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然后 最重要的我刚才讲 不是别人的 别人的身体 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神的 神努力 是神努力在做的事情 努力把这个烟酬去掉 从前啊 有一个叫做那个 印第安人 有两个邦派印第安人 那个印第安人的酋长 一天不小心把 另一族 另一帮 的那个 酋长的儿子 杀了 然后 两 两 两派的 这有 有长呢 两派的印第安人 就成了 成了死仇 常常 常常 战争 常常打架 然后 那个被 杀死的酋长 就很恨 那个 那个 把他儿子杀死的酋长 一直跟他打仗 相争好 知识年 最后 那个 杀死酋长儿子 那个酋长呢 将自己的儿子 献给 送给 那个被杀死酋长 我说 我的儿子 以后 就是你的儿子 我 因为我把你的儿子给杀了 我就把我的儿子献给你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从此以后 他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成为你的儿子 从此以后 这两派的印第安人 就和平相求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他的儿子 选拟 本来是他自己的儿子 现在就变成了 他 那个 对方的儿子 我要讲的故事 是告诉什么 耶稣 我们的神 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本来我们跟上帝是缘走了 上帝的爱 和上帝的慈爱 和怜悯 他愿意主动的来和我们和你 和我们和好 把我们跟他 有仇人的关系 变成亲 因为他把他 亲生 独生的 亲生儿子 定在福加上 里入宝血 感谢神啊 耶稣宝血的理由 一滴都没有剩下 如果上帝 耶稣 上帝说 哎哟 Gestian 我的儿子啊 流宝血流那么多 哎呀不要流那么多 留一点点就好了 留两滴三滴四滴就好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和我 都很难的到上帝不及 因为他流了宝血 第二 耶稣定在福加上 用身体 来灭了 我们跟上帝的眼球 介绍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所以 这个很好的 我找到 一个十字架 一丁 两丁 三丁 一丁 得到的就是圣灵 一丝 三丁 一丁 四丁 很好啊 不错啊 很好 很简单的圣物是 一个十字架 加上三个丁 成了 原谅 这就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 然后我 接下我们来看 最后 最后来到上帝面前要靠圣灵 大家要讲靠圣灵 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十七节 和十八节 我们说 到父面前要靠圣灵哦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演出的人 也给他 给那进出的人 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很重要的 进到父面前 在进到 得以进到父面前 就是 进到啊 叫做 prosa goge 很难读啊 prosa goge 什么意思呢 prosa goge 的原文啊 就是取得靠近的意思 以前啊 一个皇帝 你要是见一个皇帝啊 你要见一个皇上啊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相信你如果 你有看古装记啊 那些古代的戏啊 你要见皇帝 不是 要 讲 哎哈啰 皇帝 我今天好帽啊 我今天要找你 不是这样大有大把 走进去了 而是 你一定要申请的 而且你要 也要看那个皇帝 要不要见你啊 不是说 哎皇帝你好 我要来见你 不是怎么样 而且啊 要通传的 通传通常是这样的话 如果 那个人想见皇帝 皇帝 愿意来见他的时候呢 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看古代替 走 慢个站 敬天 然后又传了 走 慢个站 敬天 然后又传了 走 慢个站 敬天 哇又传了 一直传了 然后你看 那这个敬道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有一个路程 他有一个仪式 他有一个准备的 来到上帝面前 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路程 有这个路途 来到上帝面前 乃要靠谁 靠圣灵 今天你 信仰耶稣了 靠着宝水 来到上帝面前 靠着指甲 来到上帝面前 你还要靠着圣灵 让你每一天的生活 不只是过着 行持守候的生活 而是让你的整个灵人 活过来 能够活泼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很重要的 有些人信仰耶稣 他的生命是死的 他没有被圣灵带活过来的 我在讲 我常讲的 今天也在讲一次 今天 谁在这世界上 天父吗 天父从来 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你要感谢这个 从来 天父在他的宝座 宝座 坐着没有离开 如果天父一天 离开他的宝座 你和我就没有指望了 所以你遇到 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事情 你可以安心 因为 跟上帝做人的宝座 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这意思是说 他的权柄和荣耀 一直巩固和不改变 你可以依靠这个答案 有仁理的时候 阿们 第二 耶稣定在释迦圣经之后 他有没有 有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也没有 耶稣站在父的宝座的右边 日夜为我们来祷告 日夜为我们祈求 所以耶稣也留在这世界上 请问 现在谁跟我们在一起 是圣灵 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圣灵的时代 可惜很多 我们很多的人 却对圣灵的了解 少之又少 我们以为认识圣灵很多了 我们对日和夜 圣灵的了解很多 其实 不是重要 因为圣灵的工作 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活出来 而不是 常常 常常很多人是这样的 礼拜天呢 就是他们充电的时候 哇 你家会很高兴啊 又敬拜神啊 又可以 哇 充电充电 很好了 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问题啊 困难啊 家庭啊 家庭的问题啊 创造不及把力 偶尖结尾啊 偶尖结尾啊 又回来 回来 哇 又在享受圣灵 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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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圣灵要活在你的圣灵当中 圣灵要做一种奇妙的工作 就把你的圣灵 带回来 一个人啊 一活在圣灵里面呢 就觉得 生命很宝贵 因此呢 耶稣的 宝血的功效 还有释迦的能力 能够大大的彰显 家会是人接着基督 并且 圣灵来到 把我们 带到 神的面前的地方 家会必须要有基督 不仅要有基督啊 家会也必须要有基督 我们 能够进入到 神的面前 这是 无价的 武器 我们可以随时到他跟前 我们把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忧愁 向他倾诉 求他指引 最后 我给你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 十五节和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和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和十六节 我们的困难 今天我要把这经文告诉你 我要鼓励你 我们的主耶稣 经历我们所有问题 如果你读圣经 你不难看到 从圣经里面 常常看到耶稣 很充满的人性 充满着了解和体验我们的稳弱 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说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哭了 为什么耶稣哭了 因为他的好朋友 拉萨路死掉 他知道我们的痛苦 如果耶稣从来没有留人类 他不知道我们做了人的痛苦 感谢神 他知道 不是没有体恤我们的能够 耶稣哭了 还会是耶稣在船上 他在船上睡觉 然后忽然间有风浪 是吗 然后他那时候说 耶稣啊 父子啊 赶快救我们 哪里不顾我们啊 我们掉了十块 要上瘾了 那时候耶稣的船上的 船上 耶稣也找自他温落 他累的时候 他在船上 还有一次圣经说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他叫他的门徒去 他门到了撒尔利亚的地方 他叫我们去城外去找食物 因为什么 耶稣 饿了 他知道我们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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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记得耶稣在禁食祷告基督天之后 曾经说他饿了 对吗 然后魔鬼就出现 他说你把食所变成面包来吃啊 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饿了 耶稣了解我们的需要 在耶稣叮十字架的那一刻 圣经讲耶稣可 看耶稣经过我们一切所记住 他不能 不能没有 不能不 提训我们的外国 因为圣经讲他 成凡事 说的是他 依我们一样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哈利路亚 他没有犯罪 但是我们常常是我们饿而犯罪 但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如果刚刚我们的大祭司 把他带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 16节 我们只管坦然无据的来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恩怜悯 我恩会 做随时的宝序 阿们 所以呢 今天 不管你的定情如何 不管你怎么样的态度 今天上帝的话也要鼓励你 不管你是感觉到多么不配 多么的定罪 每次你想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想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要再魔鬼欺骗你的 不要再魔鬼 用这些不配 这些罪恶感来 来定你的罪 因为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靠别的 圣经说 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是靠着什么 保持 第二 我们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是靠什么 十字架 第三 我们来到父的面前 靠什么 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以后 如果你感觉到有不配 感觉到有什么 亏欠人到上帝面前 不要被魔鬼欺骗 因为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以活所书 第二章 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靠着我们来 来教会多少次 来靠着我们 如今多少遍 来祷告多少 多少次 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使得架和胜利 让我们站起来